简周猫呢 它它主要是生活在四川省简阳市博物 所以因此而得名 它们的毛色最大的特征是杂 很少会见到纯色 主要是一个杂色为止 而梨花猫的花纹呢 主要是虎半 所以你要说这两只猫最大的区别呢 可能就是在这毛色和花纹上 梨花猫是虎半的 那简周猫呢 主要就是一个杂乱 两者呢 都属于中国本土的一个小土猫 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呢 都很强 也比较好养一点 但是在性格上呢 两者都是比较桀骜不驯的 所以在饲养上 在性格这一点上 都要去注意一点 不要用一些特别强硬的手段 去跟它相处 你往往会发现 吃力不讨好 小分事 简周猫和梨花猫区别是在这毛色和花纹上 梨花猫是虎半的 简周猫主要就是一个杂乱 两者都属于中国本土的一个小土猫 对于疾病的抵抗能力都很强 但是在性格上两者都是比较桀骜不驯的 所以在性格上要去注意一下 不要用特别强硬的手段跟它相处 对于最后一端的那个小土猫 这些是一种小土猫的 这种小土猫之间 不驭抗能力都会有可能